那作为一款猛力十足的mini车型 全新的中心150mini 运用了许多前卫的设计理念 拥有时尚而顺库的造型 相信会让您一眼就爱上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 也是带来了两种不同风格的150mini 让我们有请张总和刘欣先生 一起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谢谢大家 好的 请两位做好准备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 三 二 一 结幕 各位 赛克龙250复古踏马摩登 已经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他的中文名摩登也是首次向大家公布 这样一个名字正好印射了 看一下对方机NV560可以了 那也没打卡多的 所以这个机器还是 还是低纽墙已经 我们找那个 这是我目前还特别感兴趣的 就是那个RG600 张周老师正在介绍 好 轮胎的话正是ICE 然后是集成在转页 转页是集成在什么 就是国宾的设计设计员吗 十五条 主持人是集成在 中国人在吗 大家会看一下 然后轴距稍微短 硬度性强一些吧 然后后座的话还是 还可以 如果我坐这个车的话 我就把轴距再坐得更长一点 然后就是 反正就像宝马K线6那种豪华旅行车 虽然说这个排量还是算一个中型的 卡钱 有牌子吗 这边 卡钱没有牌子应该是自己家的 其余地价都没什么 主要就是一个国内一种旅行车不多嘛 就是那个RC680四缸 黑色也挺阿布里亚的 看一下排气 再看到了手滑脚滑的水扬 再看到了手滑脚滑的水扬 有关键的水扬 有关键的水扬 这边又森子 中一个温柔的水扬 坐高780 然后最大功率20.5 作为一个拉底车还可以 轮胎前100后130 说是真空的 应该是铝盒的 那个是真空的 看看整备质量 整备质量189 好重 应该是加了三江的 然后250复古踏板不到哪去了 这应该是又介绍他们非凡系统 模特我们不看 然后RX560的话 好像我看一下三层面板 一个外观长得和 拖了这一盘 RX660 坐院795 准备质量21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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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